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打得火热 代表国民党出征的参选人严宽恒 21号砰尽对手林静盈 当初力挺高端疫苗 造成70多万人现在无法出国 成了四季帝国 不过林静盈反击 严宽恒逻辑错误 强调疫苗是避免个人染疫 不是打来出国用的 但严宽恒也活力全开 再反击 将矛头指向了总统蔡英文 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当初鼓励大家施打高端疫苗 如今库存300多万剂 还有70万人要补打重打 是选民还是总统要负责呢 中二选区国民党立委 补选参选人严宽恒 21号晚间现身医师节庆祝活动 受访时被问到能源政策 结果他避而不谈 反而主动挑起疫苗议题 当初大力的支持高端疫苗 那现在高端疫苗 70几万这些打疫苗的人 打了疫苗不能出国 现在变成四季帝国 变成是一场骗局 那这部分林医师要做 什么样的一个说明 也很欢恒这回不再被动回应 而是主动出击反手围攻 只是他提出的高端四季帝国 反被对手林静怡大酸 毫无逻辑 整个逻辑上有错误 疫苗的功能是避免 每一个人获得疾病 以及让台湾内部形成群体免疫 避免台湾内部的疫情蔓延 疫苗不是打来让你出国用的 就连媒体人周玉扣 也在脸书抛文回呛转移焦点 要问题是林静怡的墙上 根本已软及时 而言欢恒上个一天不甘示弱 抢硬回击 鼓励国人去施打高端 但打了高端之后所造成的后果 你们解释了吗 你们说明了吗 你们补救了吗 你们解决了吗 立委补选倒数不到两个月 蓝绿从七期房产议题 战线在拉高到高端疫苗 双方隔空开炮 见招拆招 接着让世界台中唱到